咱们老理将盗墓投尸 是指活人跟死人借钱 抛开一个坟墓 将自己和死尸的脖子套在一起 如果死尸睁眼的话 就千万不能眨眼 城市电台正在放着广告 城市的偏僻一角 有一家人鬼交易所 这家店铺白天从不开门 只有晚上才营业 算命馆老板贾道师 有了一双特殊的眼睛 而贾道师深夜开店所等待的客人 也都是常人无法看到的神秘灵体 而此时的贾道师 却不管电台里的报道 他这里其实白天也营业 奉行的是有钱不转王八蛋 贾道师张口就来 告诉白发小胖 他命里缺的是金河水 金是钱水是圆 小胖一听赶紧奉上红包 贾道师立马让小胖出门东走 遇到沾水带金的 拿起来就走 钱本便回头 回家就供奉起来 贾道师的看卦算命 其实是个察言观测的活 可没想到今天却灾了 面对眼前这对男女 他张口就来 说这姑娘命里不仅犯小人 还犯小鬼 他追问女孩职业 自称神父面前任人平等 而后便让女孩给自己红包 却没想到 这次居然撞到枪口上 来人是电视台 今日法制的记者 贾道师眼看 要直接被抓 只能撒鸭子跑路 却没想到掉进井里 原来是白发小胖 听了他的话 直接拿走了 沾金带水的武力盖 贾道师这次算是最有应得 警察一通罚款教育 贾道师只能签字复发 这女头发 这不知道 哎大爷 我这基本是杂志 回到店里 贾道师不禁垂头丧气 就连店里的电话也欠了费 女鬼名叫三姑 怕到没有想害贾道师的意思 而是准备和贾道师 达到一起赚钱 这贾道师以前没开天眼 都可以忽悠那么多人 现如今 开了天眼通了阴阳 自然可以赚更多的钱 可现在贾道师被抓 阳间大火 恐怕连扫地的大妈 也知道她是骗子 而三姑却看出 这其中反而更有伤心 三姑让贾道师 做起了鬼的买卖 初次营业 老贾这心里也直犯嘀咕 这鬼花的都是冥币 自己也用不了啊 三姑却点拨贾道师 鬼在生前为人 自然有遗产可以利用 尽管贾道师将信将疑 可是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也只能如此 正说话间 却听到有人扣闻 来人是香兰奇 留守凤天赋 专管凤天岩运寺的十四野 经过双方一番交流 原来老鹰子今天来 是想让贾道师帮忙挪坟 而且开出了 五十两金子的价钱 三姑让贾道师 却把老鹰子尸骨取出 然后安葬在公墓之中 而里面的陪葬 就是贾道师的酬劳 贾道师正愁挖坟 这里一起活 自己一个人也干不了啊 恰好此时 白毛胖子马大前来到店里 本来是想询问贾道师 自己何时何钱有缘 却没想到成了贾道师帮手 三日后东北深山 两人开始掘墓抛坟 三姑突然出现 提醒贾道师赶紧躲起来 有群警察已经上山了 老甲一听 赶紧带着马大前躲了去 贾道师追问三姑 当年为何会上吊 三姑自称时机未到 时机到了 自然会告诉贾道师 此时马大前赶来 原来山那边有群盗墓贼 警察是来抓他们的 并不是冲着贾道师而来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挖出了十四爷遗骸 经此一试 贾道师的生意算是开了张 眼看生意如此火爆 贾道师提前打烊 玩起来饥饿营销 马大前卖夜宵回来 还自吹自雷 买了个乾隆年间的 法郎踩马桶盖 两人正准备回店 门旁孩子叫住贾道师 说妹妹被坏人抓走 想让贾道师帮他 马大前却狐疑的 看着贾道师自言自语 贾道师让马大前进屋 而后告诉小孩 今天关门了 明天再来 贾道师一看 小孩还等在那里 三姑一看 便说出了来龙去脉 这小孩和自己母亲 以前来过贾道师的店面 那时他做的是杨健的生意 女人是怀孕离婚 贾道师看得可怜 只收了女人50块钱 让女人盖暗胎五星印 女人却遇到了贾薄衣 但这贾薄衣却修炼了邪术 贾薄衣的邪术中有一树 圈灵鹰通过养小鬼给人开孕 女人来到贾薄衣这里 两个孩子都被贾薄衣盯上 正好可以做双杀英童 这两个小孩必须从母所生 练出来的小鬼 比平常的鬼童厉害数倍 但这练鬼方法无比残忍 必须小的死在母亲体内 才能成形 贾薄衣害死这对母子 而后偷失练魂 听到这的贾道石 实在害怕也很心虚 晚上看着电影 也忍不住在想 这事说到底 也是贾薄衣那恶人干的 但骗女子 要找人盖五星印的是贾道石 她也不能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胖子越夸贾道石 贾道石就越心虚 你说那骗人 是不是要下地狱 谁知道这地狱的门为谁而开 她其实自己也知道答案 可能就是不愿相信 女人不但生前 并没有如愿 平安生下自己的孩子 死后还被恶鬼 拿了孩子的阴魂做小鬼 这样的结果 谁能安心上天堂呢 之前做骗人勾当的贾道石 如今已经回头是案 她前去另一家 身为同行的算命馆 亲自会了会 这位谋害三条人命的老板 真薄衣 但真薄衣显然与贾道石 不是以利人 会发术的他 怎么会像贾道石一样 做些小生意就满足 眼圈安置洪湖之至 贾道石仅仅能看见鬼魂 但不会发术 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说好话 想从真薄衣手中 买下那个小鬼 但真薄衣并不同意 这好不容易到手的赚钱工具 可不是贾道石 三言两语就能拿走的 不光如此 真薄衣还看不惯眼前 这位行业新人 于是出手 把茶杯里的茶水 变成了一堆虫 我就给你开开眼 贾道石眼见事情谈不拢 只能灰溜溜的走了 还好家里还有三姑 这位老鬼在等他 这让贾道石安心许多 也不怕真薄衣晚上 来找他斗法了 为了这次斗法 贾道石提前做了许多准备 他听从三姑的指导 用陀螺布和加了鸡鞋的米 在店里正中央摆起了法阵 让那枚小男孩的鬼魂 坐在其中保护他 等太阳下了山 贾道石就开了祭坛上香 另一边 真薄衣果然有所准备 也摆上了祭坛 偷旋铃腹指 北靠阴阳 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他手中的黑白芝麻 凭空燃起火来 他这就算是灵魂出鞘 去找贾道石算账了 真薄衣腾空飞起 周围全是他害死的小鬼 吸完这些阴气的他 功力深厚 而贾道石这边 只有一个老鬼三姑 没有办法 贾道石只能献血献卖 即使功力不占优势 嘴上贾道石 可不会轻易放过 对着真薄衣就口吐芬芳 说完就在祭台桌子上 开始撒米 便咬手中的铃铛 便念念有词 只不过这阵魂精灵和阵美阵 并不能动真薄衣分毫 随着真薄衣一个跺脚 散出来的阴气 就破了这阵 这精灵美阵再好 但施法的贾道石 就是个外行 并不能让阵法 发挥应有的功能 真薄衣使出妖法 让贾道石开开眼 果然一击 就让贾道石倒地 关键时刻 十四爷及时赶到 同时赶来的 还有一群平石 来电力求助的鬼 这就是与鬼为善的好处 一场人鬼群战 就拉开了序幕 贾道石和群鬼们 一起围着真薄衣 全打脚踢 打得真薄衣 只能抱头鼠窜 但真薄衣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怒气让他聚集阴气 一下子爆发了 弹开了身上的棍棒 受到攻击的鬼 一下子就消散 贾道石也被撞倒在地上 眼见真薄衣 就要去解决贾道石 三姑赶紧用锁链 锁住他 一边喊贾道石点爱草 但这打火机并不上道 死活点不着 不一会儿 真薄衣就正脱开了 三姑的锁链 一脚踢开贾道石 就要进店 找那个男童鬼魂 但贾道石并不放弃 即使自己已经受伤 站不起来 也要抱紧真薄衣的腿 阻止他继续害人 可能这个时候 贾道石才真正下定了决心 要弥补自己之前的过错 听到贾道石知错能改 三姑很是欣慰的 笑自己并没有看错人 也没有帮错人 就在真薄衣以为就要结束时 事情发生了转机 原来三姑早就猜到真薄衣 要用灵魂出鞘 来对付贾道石 贾道石反而利用这一点 准备了绝招 法术斗不过真薄衣没关系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警察叔叔是万能的解决办法 贾道石早早就嘱咐白毛胖子 拟命举报真薄衣 真薄衣的真身受到采访 他不得不收回魂魄来应付 面对警察的盘问 他空有一神法术 也只能回答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警察在真薄衣的店里 搜出了害鬼 法王回回书而不漏 这下真薄衣可真的出不来了 以后也只能 在电视台上的法治节目中看到他 事情完结了 怀孕女子和她的孩子 也真正能安心上天堂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